Hello 大家好 我是火星小焦 今天这期呢给大家分享一款碎花的小衫 这款是长袖款的 这前面这里呢领口是细带的 绑带的 特别好看 而且这个花纹呢我觉得就是很经典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些小碎花非常温柔 这是黑色的 然后我还买了一个白色款 它总共就有两个颜色 我觉得这两个颜色都不错 所以我都买回来了 给大家穿上衫到时候看一下效果 这款是黑色的 它领口这里呢它是松紧的 弹力的 这款上衣呢它都是追码的 腰部这里呢也是一个松紧带 也是可以拉伸的 腰部这里做了一个冲折 松紧冲折 到时候穿上衫的时候 大家就能看到效果 后面的话呢它是一个方领的 前面是微镜 然后带上一个小方领 这款雪红衫的面料呢 它摸上去手感也是非常好的 非常有质感啊 大家从视频里面就能看到 质感还是很好的 但是它的价格真的非常平价 喜欢啊一定要进去看一下啊 这件上衣长短呢 是一个短款的设计 非常时尚的 而且有鲜瘦 现在呢我们把这两件呢 分别试上身 看看效果到底怎么样 好我已经穿好双了 下面呢我搭配了一个 网纱的半身裙 也是他们家的 我先看一下这款商衣衫 它的袖子这里呢 也是一个绑带设计 可以打一个胡迪结在上面啊 脸上都是一个绑带的 它是一个这种荷叶袖啊 一套穿非常好看 下面也可以搭配 黑色的织红裤也是没问题的 或者牛仔裤啊 都是可以搭的 好胡迪结记上了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啊 它腰身这里呢 也是一个松紧腰的啊 非常好看啊 配个高腰的裤子 或者短裙就可以了 我们把前面这个呢 也可以打一个结 调节好了过后呢 整体的效果呢 就这样子的 真的特别好看 非常显瘦 因为它是一个大方领嘛 大家可以看一下 方领中上面 带一点小小的V字哦 它这种领形呢 是个松紧的 所以它也可以做 单独的露肩来穿 也是可以的 露肩的话 穿的话就这样子的效果 下面呢 我今天搭配的是 一个网纱半身裙 所以今天呢 比较适合搭这双小皮鞋来穿 非常好看 而且现在显气质 配色呢 这种效果呢 就比较显瘦 总的来说呢 这点水晃箱 真的非常好穿 我穿好身呢 就有点舍不得脱下来了 真的是非常好看的 一款水晃箱 我们再试一下白色 这种白色水晃箱 已经穿好身了 大家可以这里看一下 下面呢 我就搭配了一个 前蓝色的一种仔裤 只要配高腰的裤子 都可以搭 白色呢 也很好搭配 主要我觉得黑色 很比较显瘦的 然后白色呢 看起来比较清晰一些 这两款颜色呢 我觉得都很好看 搭配牛仔裤的话呢 今天测评的 这款水晃箱呢 真的是一个宝藏款了 喜欢的宝宝可以换成一束 而且它的性价比 真的非常高 完全付出一年百分钱买的质量 搭配的包包 这款水晃箱呢 无论是学生党 还是买准都是可以入纹 日常通行都能穿 喜欢的宝宝千万不要错过哦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